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承 创新 发展 形体活动 呼吸吐纳 心理调节 健身气功 锦指的是上等的丝织品 在中国文化中 它代表着珍贵而又精美的饰物 有一套动作优美 编排精炼 去并健身效果俱佳的健身气功功法 从古至今深受人们的喜爱 由于它由八组动作组成 人们就把它称之为八段锦 气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健身气功是以自身形体活动 呼吸吐纳 心理调节相结合 为主要运动形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而八段锦是流传最广的健身气功功法之一 八段锦据传出自八仙中的汉钟离 由吕洞宾刻画在石壁上得以流传 也有人说它是岳飞所创 1972年 考古工作者在发掘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时候 出土了2100年前的导引图 导引图是中国古代导引术的动作绘编 而导引术就是现代气功的一种 马王堆汉墓的导引图共描绘了四十几个运动姿势 其中至少有四个与后来广泛流传的八段锦中的动作相似 它被学术界看作与八段锦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八段锦这个名字最早建于北宋弘迈所著的宜坚智 宜坚智记载 正合七年 离四巨为起居狼 小方式雄精鸟身之术 得之甚喜 常以夜半时起作 虚膝按摩 行所谓八段锦者 可见八段锦在北宋极已流传 在宋代 八段锦的体式已经有坐式和立式两种 其中立式八段锦后来形成了很多流派 并得到广泛传播 清朝末年 人们首次把八段锦编辑成一个完整的套路 并绘制图像 它的歌诀这样概括了八段锦的动作作法和锻炼目的 两手托天理三交 左右开弓四射雕 调理脾胃须单举 五劳七伤往后瞧 摇头摆尾去心火 两手攀足固肾腰 钻拳怒目增气力 背后七颠百病消 此后八段锦的套路基本被固定下来 一个有历史传承 有功法理论 有真实健身效果的传统气功功法就被定型了 为了让祖国气功文化中的这块瑰宝在当代继续造福人民 国家局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2001年成立了健身气功课题组 将八段锦作为一个子克体 以传统八段锦为依据 本着去尾存真 去粗取经 推陈初心的原则 对传统八段锦重新加以编创 同时科研人员又运用现代体育和自然科学知识 对八段锦的健身效果进行了科学研究与实验 现代生命科学 医学 人体形态学等方法的引入 使健身气功八段锦的边创 被赋予了理性和科学的新内涵 而健身气功八段锦边创工作的完成和推广 也证明古老的八段锦不仅没有被岁月的长河湮灭 反而在金人的努力下 焕发出了更绚丽的光彩 健身气功八段锦属于有氧代谢运动 它安全可靠 运动强度和动作编排次序符合运动生理学规律 它的功法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柔和缓慢 圆活连贯 柔和 是指动作不僵不拘 轻松自如 舒展大方 缓慢 则要求身体重心平稳 虚实分明 轻飘徐环 圆活 指的是动作路线要带有弧形 不起棱角 不直来直去 节节贯穿 符合人体各关节自然弯曲的状态 连贯 是要求动作的虚实变化和姿势的转换衔接 不僵不至速度均匀 无停顿断续之处 松紧结合 动静相间 这里的松是指精神与形体两方面的放松 精神的放松 主要是解除心理和生理上的紧张状态 形体上的放松 是指关节肌肉及脏腑的放松 放松是由内到外 由浅到深的一个锻炼过程 使意念 形体 呼吸轻松舒适无紧张之感 紧 是指练习中适当用力且缓慢进行 它体现在前一动作的结束与下一动作的开始之前 套路中的双手托天理三交的上托动作 左右弯弓四射雕的马步拉弓 调理体位须单举的单臂上举 五劳七伤往后瞧的转头悬臂 摇头摆尾去心魄的马步 两手攀足顾肾腰的两手向下磨运与攀足动作 钻拳怒目增气力的冲拳与抓握 背后七颠摆并消的头向上顶 脚趾抓地与提纲动作 紧在动作中只是一瞬间 而放松则要求贯穿动作的始终 这里的动与静主要是指身体动作的外在表现 动就是在意念引导下 使动作清零活泼 节节贯穿 舒适自然 静是指在练习中 在动作的结分处做到沉稳 特别是在前面所讲八个动作的缓慢用力之处 从外观上看要略有停顿 但内静没有停 肌肉继续用力 保持牵引伸拉 只有适当的用力和延长作用时间 才能使相应的部位受到一定强度的刺激 提高锻炼的效果 松紧结合 动静相间 使健身气功八段紧的主要风格特点 在练习中应仔细揣摩 认真体会 神与行和气欲其中 神是指人体的精神状态和正常的意识活动 行指人的形体运动 神与行是不可分割 相互联系互相促进的一个整体 在练习健身气功八段紧时 就要求做到异动行随 神行兼备 气欲其中 是指通过精神的修养和形体的锻炼 即可促进真气在体内的运行 达到强身健体之功效 健身气功八段紧预备式 两脚并不站立 两臂垂于体侧 目视前方 左脚向左开步 与肩同宽 两臂内旋 向两侧白起 与宽同高 掌心向后 两腿膝关节稍曲 同时两臂外旋 向前合抱于腹前 掌心向内 两掌指尖距约十公分 目视前方 八段紧预备式的动作要点是 头向上顶 下壳微收 舌底上饿 嘴唇轻壁 沉间坠肘 腋下虚眼 胸部宽疏 腹部松沉 收宽脸臀 上体中正 做八段紧预备式时 容易犯的错误 主要是 抱球时 大拇指上翘 其余四指朝向地面 塌腰 跪腿 八字脚 正确做法是 注意沉间垂肘 指尖相对 大拇指放平 收宽脸臀 命门穴放松 膝关节不超越脚尖 两脚平行站立 预备式的功法作用是 宁静心神 调整呼吸 内安五脏 端正身形 从精神和肢体上 做好练功前的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第一是 两手托天 礼三交 首先 两臂外旋 微下落 两掌五指分开 在腹前交叉 掌心向上 目视前方 然后 两腿挺膝伸直 同时 两掌上托于胸前 随后 两臂内旋 向上托起 掌心向上 抬头 目视两掌 两掌继续上托 肘关节伸直 同时 下颌内收 动作烧停 目视前方 然后 两腿 膝关节微曲 同时 两臂分别 向身体 两侧 下落 两掌 捧于腹前 掌心向上 目视前方 全部动作 一上 一下 为一次 共做六次 两手 拖天 李三娇的动作 要点是 两掌上托 咬书胸 展体 略有停顿 保持深拉 两掌下落 松腰尘宽 沉间坠肘 松腕疏脂 上体中正 做两手 拖天 李三娇 容易犯的错误是 两掌上托时 抬头不够 上举时 松懈断尽 正确做法是 两掌上托 书胸 展体 缓慢用力 下壳 先向上 助力 在内收 配合 两掌 上撑 力在掌根 两掌上托 两掌托天 李三娇中的三娇 根据中医的说法 其以下为下娇 胸格至其为中娇 胸格以上为上娇 两手拖天 李三娇 这一式动作 通过两手 交叉上举 缓慢用力 保持深拉 可使三娇通畅 气血调和 通过拉长 躯干与上肢 各关节周围的肌肉 韧带 及关节软组织 对提高关节的灵活性 防止肩部疾患 颈椎病具有良好的作用 第二式 左右开弓四射雕 第一个动作 重心右移 左脚向左开步站立 膝关节缓慢伸直 两掌向上交叉于胸前 左掌在外 目视前方 第二个动作 右掌曲指向右拉至肩前 左掌呈八次掌 左臂内旋向左推出 与肩同高 同时两腿屈膝半蹲成马步 动作略停 目视左前方 第三个动作 重心右移 两手便自然掌 右手向右画弧 与肩同高 掌心斜向前 重心继续右移 左脚回收成定步站立 同时两掌捧于腹前 掌心向上 目视前方 右视动作 与左视相同 只是左右相反 左右开弓四射雕 一左移右为一次 共做三次 左第三便最后移动时 身体重心继续左移 右脚回收成开步站立 膝关节微曲 同时两掌下落 捧于腹前 目视前方 这一式的动作要点是 侧拉之手 胡指要并拢 曲紧 肩臂放平 八字掌侧称 须沉间坠轴 须腕 竖指 掌心含空 做左右开弓四射雕 这一式容易犯的错误是 端肩 弓腰 八字脚 正确做法是 沉间坠轴 上体直立 两脚跟外撑 左右开弓四射雕 左右开弓四射雕 这一式动作 斩肩阔胸 可刺激督脉和背部疏穴 同时调节手太阴 肺经等经脉之气 它能有效地发展下肢肌肉力量 提高平衡和协调能力 同时增加前臂和手部肌肉的力量 提高手腕关节及指关节的灵活性 并有利于矫正驼背 肩内收等一些不良姿势 很好的预防肩静疾病 第三式 调理脾胃须单举 第一个动作 两腿挺膝伸直 同时左掌上托 经面前上穿 随之臂内旋上举至头的左上方 右掌同时随臂内旋下按至右宽旁 指尖向前 动作略停 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两腿膝关节微曲 同时 左臂曲肘外旋 左掌经面前下落于腹前 同时 右臂外旋 右掌向上捧于腹前 目视前方 右视动作与左视动作相同 但左右相反 该视 该视 一左一右为一次 共做三次 坐到第三次最后移动时 便两腿膝关节微曲 右掌下按于右宽旁 指尖向前 目视前方 这一式的动作要点是 书胸展体 拔肠腰脊 两肩松沉 上撑下按 立在掌根 这一式容易犯的错误是 两掌手指方向不正 肘关节没有弯曲度 上体不够舒展 正确做法是 注意两掌放平 指尖摆正 立在掌根 肘关节稍曲 对拉拔长 调理脾胃虚单举 这一式动作 通过左右上肢 一松一紧的上下对拉 可以牵拉腹腔 对中胶脾胃起到按摩的作用 同时可以刺激 位于胸斜部的相关经络 以及背部疏血等 具有调理脏腑经络的作用 该式动作 使脊柱内各椎骨间的 小关节及小肌肉得到了锻炼 从而增强了脂柱的灵活性与稳定性 有利于预防和治疗 监禁疾病 第四式 五劳七伤往后瞧 第一个动作 两腿挺膝 重心升起 同时两臂伸直指尖向下 目视前方 第二个动作 上动不停 两臂外旋 掌心向外 头向左后转 动作稍停 目视左斜后方 第三个动作 两腿膝关节微曲 同时两臂内旋 同时两臂内旋按于宽旁 指尖向前 目视前方 右视动作 与左视相同 方向相反 该视一左一右为一次 共做三次 做到第三次 最后移动时 便两腿膝关节微曲 同时两掌捧于腹前 目视前方 这一式的动作要件是 这一式容易犯的错误是 上体后仰 转头又转体 转头与悬臂不充分 正确的做法是 下壳内收 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 五牢七伤往后桥中的五牢 指心 肝 脾 肺 肾等五脏的牢损 七伤指喜 怒 悲 忧 恐 惊 丝等七情伤害 这个动作通过上肢伸直 外旋扭转的静力牵张作用 可以扩张牵拉 胸腔 腹腔 朱脏腑 往后桥的转头动作 可以刺激进步大锥穴 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疏穴 达到防治五牢七伤的目的 这一动作还能够增加 颈部及肩关节周围 参与运动肌群的收缩力 增加颈部运动幅度 活动眼肌 预防眼肌疲劳及肩颈等背部疾患 改善颈部及脑部血液循环 有助于解除中枢神经系统的疲劳 第五是摇头摆尾去心火 第一个动作 重心左移 右脚向右开步站立 同时两掌上托至头上方 肘关节微曲 指尖相对目视前方 第二个动作 两腿屈膝半蹲成马步 同时两臂向两侧下落 两掌浮于膝关节上方 第三个动作 重心向上稍升起 随之重心右移 上体向右侧倾 扶身 目视右脚面 第四个动作 第四个动作 重心左移 同时上体由右向前 向左旋转 目视右脚跟 第五个动作 重心右移成马步 同时头向后摇 上体立起 随之下壳微收 目视前方 右视动作 与左视动作相同 方向相反 该视一左移右为一次 共做三次 做完三次后 重心左移 右脚回收 成开步站立 同时 两臂经两侧上举 两掌心相对 两腿膝关节微曲 同时 两掌下按至腹前 指尖相对 目视前方 这一式的动作要点是 马步下蹲 要收宽脸臀 上体中正 摇转时 脖颈与帷履 对拉伸长 速度应柔和缓慢 圆活连贯 这一式亦犯的错误是 摇转时 静步将直 微屡摇动不圆活 幅度小 正确做法是 上体右倾 微屡左摆 上体前辅 微屡向后画圆 上体不低于水平 使微屡与颈部 对拉拔长 加大旋转幅度 上体侧倾 和向下俯身时 下壳不有意 内收或上扬 静椎与肌肉 尽量放松伸长 心火 即心热火旺的病症 属阳热内胜的病机 该式动作 两腿下蹲 摆动围铝 可刺激 脊柱 督脉等 通过摇头 可刺激 大锥血 从而达到 疏精泄热的目的 有助于去除心火 在摇头摆尾过程中 脊柱腰段 颈段 大幅度侧躯 缓转 及回旋 可使整个脊柱的 头颈段 腰腹 及臀 骨部肌群 参与收缩 既增加了 颈 腰 宽的 关节灵活性 也发展 该部位的肌力 第六试 两手攀足 顾肾腰 第一个动作 两腿挺膝 伸直站立 同时 两掌指尖向前 两臂向前 向上举起 肘关节伸直 掌心向前 目视前方 第二个动作 两臂曲肘 两掌下隐于胸前 掌心向下 指尖相对 第三个动作 两臂外旋 两掌心向上 随之 两掌掌指顺叶下 后插 第四个动作 两掌心向内 沿脊柱两侧 向下磨运至臀部 随之 上体前腹 沿腿后 向下磨运 经脚两侧 置于脚面 抬头 目视前下方 动作略停 第五个动作 两掌沿地面前伸 随之用手臂 带动上体力气 两臂肘关节 伸直上举 掌心向前 该式 一上一下为一次 共做六次 做完六次后 两腿膝关节微曲 同时 两掌向前 下按至腹前 掌心向下 指尖向前 目视前方 这一式的动作要点是 两掌向下磨运 要适当用力 指足背时 松腰沉肩 两膝挺直 向上起身时 手臂要主动上举 带动上体力气 一犯的错误是 两手向下磨运时 膝关节弯曲 低头 向上起身时 起身在前 举臂在后 正确做法 正确做法是 两手向下磨运时 不要低头 膝关节伸直 向上起身时 向上起身时 要以臂待身 两手攀足 顾肾腰 通过大幅度前驱后身 可刺激脊柱 督脉 以及阳关 尾中等学 有助于防治 生殖泌尿系统的 一些慢性病 达到顾肾撞腰的目的 通过脊柱 大幅度的前驱后身 可有效发展 躯干前后 身驱脊柱肌群的 力量与伸展性 同时 对于腰部的肾 肾上线 输尿管等器官 有良好的 牵拉按摩作用 可以改善其功能 刺激其活动 第七试 钻拳怒目增气力 第一个动作 重心右移 左脚向左开步 两腿半蹲成马步 同时 两掌握拳于腰侧 大拇指在内 拳眼向上 目视前方 第二个动作 左拳向前冲出 与肩同高 拳眼向上 目视左拳 第三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左臂内旋 左拳便掌 虎口向下 目视左掌 第四个动作 第四个动作 左臂外旋 肘关节微曲 同时 左掌向左缠绕 便掌心向上后握顾 大拇指在内 目视左拳 第五个动作 左拳曲肘回收至腰侧 拳眼向上 目视前方 右视动作与左视动作相同 该视一左移右为一次 共做三次 做完三次后 重心右移 左脚回收成并步站立 同时两拳便掌 垂于体侧 目视前方 这一式的动作要点是 冲拳时 怒目圆睁 脚趾抓地 拧腰瞬间 力达全面 马步的高低 可根据自己的腿部力量 灵活掌握 回收时要悬腕 五指用力抓握 一范的错误是 冲拳时 上体潜伏 端肩 先肘 回收时 玄腕不明显 抓握无力 正确做法是 冲拳时 小臂贴肋前颂 头向上顶 上体立直 肩部松沉 肘关节微曲 力达全面 回收时 先五指伸直 充分玄腕 再曲指 用力抓握 中医认为肝主筋 肝开窍于目 该式动作中的 怒目瞪眼 可刺激 肝精 使肝血 充盈 肝气 疏泻 该式动作 两腿下蹲 脚趾 抓地 双手 钻拳 旋腕 手指 竹节 强力 抓握 等动作 可刺激 手足 三阴 三阳 经脉 和督脉 同时 可使全身 肌肉 筋脉 受到 净力 千张刺激 长期锻炼 可使全身 筋肉 结实有力 气力增加 第八式 背后七颠 摆并消 第一个动作 两脚跟提起 头上顶 动作稍停 目视前方 第二个动作 两脚跟下落 轻震地面 该式一起移落为一次 共做七次 这一式的动作要点是 上提时要脚趾抓地 脚跟尽力抬起 两腿并拢 百会学上顶 略有停顿 掌握好平衡 脚跟下落时 轻轻下震 同时 沉肩疏臂 周身放松 一犯的错误是 上提时端肩 身体重心不稳 正确的做法 正确的做法是 脚趾抓住地面 两腿并拢 提刚收腹 肩向下沉 百会学上顶 脚趾 脚趾抓地 可刺激足部有关经脉 调节相应脏腑功能 同时 颠足可刺激脊柱与肚脉 使全身脏腹经络 气血通畅 阴阳平衡 颠足而立 可发展小腿后裙肌力 拉长足底肌肉韧带 提高人体的平衡能力 落地震动 可轻度刺激下肢 及脊柱隔关节内外结构 并使全身的肌肉 得到了很好的放松腹胃 有助解除肌肉紧张 收拾 第一个动作 两臂内旋向两侧摆起 与宽同高 掌心向后 目视前方 第二个动作 上动不停 两臂曲肘 两掌相跌于腹部 男性左手在理 女性右手在理 第三个动作 两臂垂于体侧 收拾的动作要点是 两掌内外劳工相跌于丹田 周身放松 气沉丹田 收工时要注意 体态安详 举止稳重 做一下整理活动 如搓手浴面 和肢体放松动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收拾 收拾的主要作用 是使气息归原 整理肢体 放松肌肉 愉悦心情 进一步巩固 练功的效果 逐渐恢复到 练功前 安静时的状态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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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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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